至于当时 若问何人 正是当即 则不论男女老少 富贵贫贱 上至下于 久休粗席 蓄根理顿 善无差别 只要与此法门 能生是心 因心发愿 从愿弃心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如是之人 正是当即 这是 索皮根基 念了再次的 为我们做了个总结 记得非常好 不论男女老少 富贵贫贱 上至下于 久休粗席 蓄根理顿 善无差别 通通都没关系 都不相干 关键 关键呢 是只要于这个法门 能生实信 这两个字是关键 真实 你相信 你没有一丝好坏意了 这两个字 说起来 容易 而实际上 它有很 神秘的意思 存在 华语 大智度论 读书 性为道源 功德 性是大道的根源 能生 无量无边的功德 真正做到 圆满的实信 我们在经上 只看到一个人 法藏菩萨 就是阿弥陀佛 他才是实信 他做到了实信 把实信表演给我们看了 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我们世界人将这个信 是非常非常的脆弱 经不起考验 小小的 风吹草动 心心就动摇了 就射掉了 这也是 为什么这个法门 这么容易 这样方便 成就的人并不多 关键呢 就在信心 那么在大成教里面 一切祝福菩萨之教里头 教学里头 幸运之民 求生 净土 这是治愈 治愈 没有比这个更善巧 没有比这个更方便的 人人 人人能学 而且成就是平等的 因平等 国也平等 成就是无上获得 而且一身成就 不要多生多戒 也不要在乎 烦恼 业障 都不必去想这些 只是业心 专念 阿弥陀佛 无时皆来 再严重的烦恼习气 自然就消除了 就没有了 为什么 念头转过来 念头里头 再也不想 烦恼业障 你想一次 就加深一次 这熏悉吗 想两遍 就加深了两遍 不想他 专想阿弥陀佛 我们要把阿弥陀佛 这一念 加强 加深 其他的 全都忘掉了 真忘掉了 最后全都没有了 这个前面都说过 我们要相信 这叫实心 他真相信 真正相信 明白了 阿弥陀佛 是万德 宏明 这个万 不是说字 代表 无量 无边 无数 无尽 自信 自信里面 圆满的 德行 就在这一句名号里头 全都包括了 一发不露 我看到这个性子 我就想到 李老师的教会 为什么 给我印象太深刻了 那我出家 念你 才收接 有人一出家 就收接 我们没有了个缘分 出家两年 这收接 收接 按照中国的老规矩 一定要去拜老师 感谢老师 教会之恩 我的老师 是利便男老去死 出家之前 跟他学 出家之后 回到台中 还是跟他学 先后 神灵 到台中 就看到老人家 还没进门 在大门口 看到了 他在里面 我在门外 他在越南市 就指着我 你要幸福 好大的声音 说了五六遍 你要幸福 你要幸福 当时我不了解 我学佛七年 出家 出家两年 教佛修运 在外面讲经 也讲了两年了 怎么不信佛呢 现在收了三堂大街 我进去之后 向他老人家顶礼 他叫我坐下 告诉我 幸福不容易 多少老和尚 八十九十 临终的时候 还不信 越说我越不懂了 这么老和尚 八九十岁 临终的时候 他还不信 那怎么叫信 老师告诉我 佛所教你的 三规五界十岁 你做到了没有 没做到不信 信哪有做不到的道理 我们才明白了 原来 原来 信 怨行是一体 有信 没有怨行 那个信不算 同样道理 你有怨 你不是真信 你那个怨靠不住 很容易退心 幸运行 决定是一 一二三三个一 如顶之三足 缺一个 就全倒了 那么由此克制 这个信 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